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山老祖也是一样 迄今为止有多少严幅行走 到现在还在抽取龙虎器来强大自己 如果真有什么问题 吃亏的绝对不只是自己 就算他们要报复 多年来的邀惑浮尘也不可能只算在李延一人头上 见李延沉默不语 金山老祖放声大笑 不过些许小事 吴曲不必如此一语 李延一条眉毛 小事 金山老祖直勾勾地盯着李延 敢问吴曲 世上没了妖惑 天师道该何去何从 飞鸟尽 梁宫藏 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 敢问吴曲 龙虎山能有今日地位 谁居功之为 李延突兀地眨了眨眼 金山老祖稷而慵懒地说 我少时也满腔报国之志 可你教我失去如今的神通 做一名快一百岁的长寿秀才 你觉得我会答应吗 金山老祖意犹未尽 又问 何况 过去可有长生的皇帝 自然没有 李延想通了 金山盯着他 未来可未必没有 这样的世道 谁舍得去终结 金山老祖不过三言两语 背后的意味足够叫人备己发了 道德经上早就有写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雏狗 万物有灵 非裸崇一家之天下 百年来草木精怪 通通成了气候 世上万物一片鲜火 若这便是天道之意 我金山也是欣然接受的 绝不是那般石骨不化的人 李无曲 我话说到这份上 是否有些门道 沉默一会儿 李延脸头说道 老祖若肯和我开诚不公 连手也未尝不可 他当即改口 什么中军爱国 石军禄 担军忧 张嘴便吃书 压根不当人 金山老祖点头道 好 那我与无曲一桩桩的说来 我要诛杀张一出 既为我也为国 更为无曲你着想 他说话间拿出一部匣子来 推到李延面前 李延打开 里面是一张光滑如饥壳的卷纸 那鸡血石压着 居然活物似的 不停的扭动着 李延拿开鸡血石 那纸张猛的恢复活力 才要飞走 被李延一把抓到手里 金山老祖慢悠悠的说 牛头粘坛和九翅苏兜 我定了很久 后来我发现 九翅苏兜居然修炼有两载星魔符 这是太平洞极经上的法术 只有天师继承人才可以休息 我便暗自留神 后来顺藤摸挂 找到了天门封上 赤逢青火天妖闯龙虎山被发现 双方激斗正憨 我便暗中出手 盗走了太平洞极经上的三章 顿了顿 金山老祖又道 说起来我守九翅苏兜为义女 也是因为她替我背了一口黑锅 有这道缘分在吗 这太平洞极经是龙虎山历代祖师 记载天地奥秘的神文 这三章残叶同样不凡 第一章是天下虚实替身之术的精药 我给了卵二 他果然法术大计 一举框走了六大灵宝道 另一章炼至不面腰身的总纲 我给了九翅苏兜 为他炼至龙皮凤羽身 最后一章我给了天神课 可惜这张纸上记载的是龙虎棋牌的炼制法门 对其眉甚弊议 传闻这是初代张天师参悟飞升奥秘时 轻眼目睹天地之根后才灵机偶动 可唯独在这张残叶的边角里 我发现了一段记载 此时李源已经把残叶内容浏览得七七八八 脸色不断变化起来 这龙虎棋牌在炼制当初 压根不是为了什么镇压妖魔 初代张天师构想一百零八道龙虎棋牌 意图本就是长生不死 羽化非仙 只要以海量的龙虎棋作为根底 以阵法温阳满意甲子 将龙虎棋无物不振的霸道特性消磨一些 再加以妖魔横死之力气 犯人亡死之怨气 这一百零八道棋牌便能重开一道 天嵌夹锁 将下得道贞担 足以叫一人长生非仙得道 李源这时已经全部看完 他望向金山老祖 老祖你的意思是 张义出数十年如一日 便是为了以一百零八道龙虎棋牌 长生非仙 金山老祖语气森森 他张义出是龙虎山天师 太平洞其经只有他看的 他几十年前一手缔造龙虎棋牌大阵 如今也是他情旨要收回龙虎棋牌 其心如和 昭然若即 李武区 李振福 他拔弄国戚至此 难道不该杀吗 老祖为何不 李源说到一半又收生 事事复杂 若真如金山老祖所言 他这人中大妖 也说不动官府和神皇帝 何其可笑 他张义出一生刚正 两任先帝 李太后神皇帝内阁诸老 谁不拿他当在世的圣人供养 可结果呢 他是贼 他是天下第一贼 金山眼中的热烈之念一放即收 他徐徐地说道 天下愿意帮我的人不多 能帮上忙的就更少 李武区若愿意帮我这个忙 我必有重心 李延淡淡地说道 愿闻其想 世辰之后 龙虎山三件镇山之宝 武区可以挑一件带走 除此之外 我乾光洞近百年的轿藏 我也双手奉上 还有我的十四位义子甘儿 我能做主 叫他们奉你为乾光洞的新主人 李延摇头笑着说 我来做乾光洞的主人 无名无分 根本没有道理可想 我自然有办法 你娶了我的女儿 而乾光洞的宝藏 就是嫁妆 李延突兀地想起了九尺苏兜 刚要开口说些什么 谁承想 金山开口 峰回路转 我的大女儿天神客 也正是谈婚论嫁的年纪 容貌嘛 我这个当爹的还有几分自信 他本来就是乾光洞的未来主人 只要你娶了他 一切都水到渠成 没等李延开口 闫浮居然真的传来提示声音 你触发了特殊闫浮事件 乾光洞昭穴 闫浮事件描述 金山老祖亦遇招你为序 答应若果 你将得到佛龙山百年轿藏 以及以天神客为首的十四大妖的效忠 效忠之后 耗费龙虎器或其他道具 可以将十四大妖暂时 或者永久代理此颗果实 李延轻轻发笑 老祖真是体贴 这事暂且不提 我只是想问 我就算有些本领 又何德何能 帮得上老祖的吗 不取得本领过人 我麾下一子无人可以媲美 又得杨三井的剑术传承 未尝没有杀死张一出的可能 何况 金山老祖露出追忆的神色 那清火天妖的神通 是我平生所见 亮龙虎山之力 居然也奈何不了他 若是政府与他有救 说何一番 赢救他出来 冰河一处 定能杀死张一出 李延嘖嘖亮声 原来如此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浮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 从孤祸鸟开始 作者 胡尔盖 演播 三山静水 刘兆坤 蔡星纯等人 喜欢本故事 请直接订阅本专辑 我们下一期 再见